欢迎回到大秦小鱼,深挖人性善恶,下面开始今天的精彩内容。 今天下午,后两天那畜生又动手了,父亲一进门,便如同火山爆发般,向母亲诉说着无尽的愤怒与委屈。 她的声音颤抖,眼中闪烁着不甘与愤恨。 什么?她又敢对你动手? 母亲闻言,脸色骤变,手中的碗盘险些跌落。 你这次有没有报警?不能就这么算了。 报了,可有什么用? 父亲愤恺的一拳砸在桌上,震的茶杯跳跃,警察来了,后两天那畜生死不认账,还反咬一口说我诬陷。 村里人又都畏惧她的权势,没人愿意站出来作证。 警察说我证据不足,反而教育了我一顿,说是我小题大做。 话音未落,我猛地推开房门,眼中燃烧着熊熊怒火。 爸,妈,这次我来解决。 说吧,我冲入厨房,不顾一切地抓起一把锋利的菜刀。 母亲见状,惊呼一声,飞扑过来,紧紧握住我的手臂。 孩子,你这是要干什么?不能冲动啊。 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恐惧与哀求。 父亲亦是怒吓一声,大不上前,一把夺过我手中的菜刀,重重摔在地上。 父亲也是一脸严肃,夺过我手中的菜刀,严厉地说, 你要记住,用暴力解决问题,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你是我儿子,我绝不允许你走上那条路。 我深吸一口气,努力平复心中的怒火,但心中已暗暗发誓,定要为父亲讨回公道。 妈,您放心,我不会再让爸受委屈了我深吸一口气,努力平复心中的怒火, 总有一天,我会让他付出代价的。 时间如白居过系,转眼间,我高中毕业,未能如愿考上大学。 面对未来,我陷入了深深的迷茫,是复读,还是另寻出路。 正当我犹豫不决时,父亲提出了一个建议, 孩子,你身体强壮,又有正义感,不如去当兵吧。 既能锻炼自己,也能为国家做贡献。 母亲虽有不舍,却也深知这是条不错的出路。 于是我踏上了从军之路。 在部队里,我刻苦训练,磨砺意志,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军人。 几年后,更是有幸考入军校,迎娶了旅长的女儿, 生活似乎正朝着美好的方向迈进。 而在我心中,那份对后亮天的恨意,却从未有丝毫减退。 一转眼,十多年过去了,我已经是部队里的团长了。 我的岳父在部队里的仕途也到头,在上级安排下转业, 在省里工作两年,从副省长升为到统战部部长,兼任省委常委。 岁月流转,我老家县因地理位置优越, 被国家批准升级为国家级开发区, 而我的村庄更是被列为开发区的核心发展地块。 这本是全村人的福音,却因后亮天父子的贪婪与霸道, 让村子的老乡不但没有享受到应有的福利, 反而还被后家父子不停压榨。 后两天早已卸任村书记, 但他的儿子后霸蒂丰却接过了他的衣钵, 继续在这片土地上横行霸道。 他们不仅侵占了村里九成以上的土地, 还肆意侵犯留守妇女的权益, 侵吞集体资产, 将整个村子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 村民们敢怒不敢言, 生怕遭到报复。 有些胆子大的村民想举报后家父子的行为, 但都时辰大海, 还会遭到后家父子报复。 可以说, 后家父子不但侵害了村民利益, 还持得涨价, 已经严重影响了开发区的发展, 上级领导非常愤怒, 决定要严查后家父子。 在这个背景下, 有一天, 岳父找我谈话, 他说我三十多岁, 正是年轻力壮, 应该回到乡里造福百姓。 于是乎, 在他的安排下, 我转业到了老家, 担任了副县长, 兼公安局局长。 同伟, 你这次回来, 不仅仅是担任副县长, 兼公安局长那么简单。 岳父的话语中, 透露出几分沉重, 省委安排你回来, 是希望你能铲除后家父子的村霸黑恶势力, 为开发区的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但我相信你有这个能力。 我紧握双拳, 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请领导放心, 我绝不会让黑恶势力再继续横线霸道。 在上任前一天, 我换上了便装回到了家里, 因为我刻意隐藏了身份, 县里的干部都不知道我提前一天到了。 更加别说后家父子了。 在吃饭的时候, 父母知道我担任了副县长, 十分高兴。 但是吃完饭没多久, 村霸后家父子, 不知道从哪里得到消息, 知道我回家了, 带着一群不怀好意的跟班, 浩浩荡荡地闯进了我的家门。 哟, 这不是咱们的大兵哥吗? 怎么, 从部队回来探亲了? 后霸弟皮笑肉不笑地开口, 眼神中满是不屑于挑衅, 现在村里就剩你家那快递还没签同意书, 别怪我没提醒你, 这开发区的事, 耽误不得。 我父母站在一旁, 脸色苍白, 眼中满是担忧与愤怒, 却不敢多言。 这些年, 他们为了不让我分心, 默默承受了太多。 后两天健壮, 更是得意洋洋, 上前几步, 用那满是老茧的手拍了拍我的肩膀, 仿佛是在施舍一份恩赐, 小子, 识相地就赶紧签了, 别让老人家为难。 我心中怒火中烧, 但表面上却不动声色, 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后知书, 我记得, 村里的事应该讲究个公平公正吧。 我家的地, 我自然有权利决定怎么处置。 哼, 公平公正。 后霸地吃笑一声, 在这村里, 我们后家就是规矩。 你不在家的时候, 你父母是怎么过的? 你心里没数吗? 你也不想回部队之后, 你父母连饭都没得吃吧? 他故意提高了音量, 周围的喽啰们也跟着起哄, 言语间尽是对我父母的侮辱与威胁。 我紧握的拳头微微颤抖, 眼眶不禁湿润了。 这一刻, 我深刻体会到了 父母为我隐瞒被后家父子欺压的苦心, 也明白了自己肩上即将承担的责任有多重。 我深吸一口气, 目光如炬, 只是后家父子。 后家父子, 你们以为我还是那个任由你们欺压的矛头小子吗? 今天, 我就让你们看看, 正义或许会迟到, 但绝不会缺席。 话音刚落, 后巴的显然没料到我会如此强硬, 脸色骤变, 随即大手一挥, 给我上, 让他知道知道厉害。 我下意识摸了下腰间的手枪, 看来今天不出几条人命是过不去了, 真期待看到后家父子那绝望的表情。 谁敢动, 我就打死谁。 我站在门前, 手中紧握着那柄冰冷的手枪对着这群暴徒大声喝道。 它的存在不仅是对后家父子的一种威慑, 更是党和人民赋予我扫黑除恶的权利。 后霸地的脸色在月光下显得格外惨白, 他身后的楼罗们也纷纷后退几步, 眼中满是不可置信与恐惧。 你, 你竟敢带枪回来? 后霸地的声音颤抖, 试图在气势上找回一丝颜面, 你以为这样就能吓倒我们后家? 我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声音坚定而有力, 后霸地, 你错了。 这把枪是保护无辜, 惩治罪恶的工具。 今天, 我不仅要保护我的家人, 更要为这些年受你们欺压的乡亲们讨回公道。 周围的村民也逐渐多了起来, 开始窃窃私语, 有的人眼中闪烁着希望的光芒, 而有的人则担忧地看向后家父子, 生怕事态进一步升级。 哼, 说得好听, 你不过是个当兵的, 能在这里待多久? 后霸地的弟弟后霸地冷笑, 笑一声, 试图挑衅, 等你一走, 我们后家还是这里的王。 我缓缓收起手枪, 目光如电, 扫尸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哼, 我今天把话放在这里了, 我不把你们这些村霸铲除, 我就不走了。 言霸, 我转身把门关上, 留下一群面面相去的后家喽啰和村民们复杂的目光。 后两天与后霸地相视一眼, 眼中满是不甘与愤怒, 但他们也清楚, 今晚的较量, 他们输了。 回到家中, 我并未因一时的胜利而松懈。 我深知, 后家父子绝不会善罢甘休, 他们的反击或许会更加猛烈。 果不其然, 当天晚上, 一封举报信便悄然出现在了县武装部的案头, 举报我擅自带枪出部队, 意图不明。 县武装部迅速响应, 派出了纠察队连夜赶赴我家。 当我打开门, 看到门外全副武装的纠察队员时, 心中并无波澜。 我坦然接受了调查, 并出示了相关手续, 证明自己的清白。 当得知我即将担任公安局长兼副县长的消息时, 纠察队长连忙道歉, 表示这是一场误会。 到了第二天, 我在市委组织部长的陪同下, 上任了公安局长兼副县长, 同时市里也下达命令成立开发区扫黑办。 我担任扫黑办主任, 我马上安排人在全县展开扫黑除恶斗争, 特别是开发区的地区走访。 后家父子得知这一消息后, 震惊之余更是惶恐不安, 看到扫黑办的名头就知道是针对自己的。 他们意识到, 自己长期以来依仗的权势和暴力, 在我面前竟是如此不堪一击。 后两天怒不可遏, 他深知自己若不采取行动, 迟早会落入我手中,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后爸的在家族会议上咆哮, 他那个大头兵儿子当了局长, 肯定要找我们开刀。 后两天则显得更加阴险, 他提议我们可以暗中威胁那些村民, 让他们不敢透露我们的任何消息。 同时, 我们也可以制造一些假证据, 让扫黑办的工作陷入困境。 于是, 后家父子开始了一系列的反击计划。 他们利用金钱和威胁, 试图收买或恐吓村民, 让扫黑办的调查难以进行。 而扫黑办的同志们, 则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他们不仅要与狡猾的犯罪分子斗智斗勇, 还要克服村民们的恐惧心理, 获取有价值的线索。 在扫黑办的办公室里, 我紧锁眉头, 翻阅着一份份调查报告。 每一张报告背后, 都是村民们对后家父子深深的恐惧与无奈。 我深知, 要想彻底铲除这股黑恶势力, 必须打破他们的心理防线, 让村民们敢于站出来指正。 我们必须加大宣传力度, 让村民们知道, 扫黑除恶是政府的决心, 也是他们的权利。 我对扫黑办的同志们说, 同时, 我们也要加强线索收集工作, 无论多么微小的线索, 都可能成为我们破案的关键。 在我的部署下, 扫黑办迅速行动起来, 他们深入基层, 走访群众, 耐心倾听每一位村民的心声。 同时, 我也利用自己的影响力, 向市里争取了更多的资源和支持。 在后家父子疯狂反击, 试图掩盖罪行之际, 村里的氛围变得异常紧张。 然而, 在这片被阴霾笼罩的土地上, 总有那么一束光, 试图穿透黑暗。 这束光, 来自于那些长期售后家欺压的村民, 他们心中燃烧着对正义的渴望。 一天深夜, 月光稀薄, 年迈的村民李大爷, 悄悄敲响了我家的门。 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封, 用油纸包裹的 严严实实的信, 眼中闪烁着复杂的情绪。 孩子, 这是村里几个敢说话的人, 冒着生命危险收集的证据, 他们托我一定要交到你手上。 李大爷的声音低沉而坚定。 我接过信, 心中涌起一股暖流。 这不仅仅是一封信, 更是村民们对正义的期盼, 对我的信任。 我郑重地向李大爷承诺, 请您放心, 我一定会彻查此事, 还乡亲们一个公道。 回到房间, 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信封, 里面详细记录了 后家父子多年来的恶行, 包括强占土地、 欺压百姓、 贿赂等种种罪行, 还附有一些关键的证据线索。 我知道这些证据来之不易, 必须小心谨慎地处理。 第二天, 我召集了扫黑半的骨干, 秘密部署了调查计划。 我们兵分几路, 一方面对举报信中的线索 进行逐一核实, 另一方面则加强 对后家父子的监控, 防止他们销毁证据或逃跑。 然而, 调查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后家父子在村里根深蒂固, 他们的耳目遍布各个角落。 我们的每一次行动 都仿佛被无形的眼睛注视着, 稍有不慎就可能打草惊蛇。 更棘手的是, 后家背后的靠山 也开始蠢蠢欲动, 试图通过各种手段 干扰我们的调查。 听说新来的公安局长 正在查后家, 咱们得给他点 颜色瞧瞧。 一位穿着考究的中年男子 在某家豪华会所内密谋, 他正是后家背后的主要支持者, 献离某位大人物。 大人物的秘书赵不改, 随即安排了一系列阻挠行动, 包括散布谣言, 伪造证据, 甚至威胁证人等。 这些手段让我们的调查工作 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面对重重困难, 我并未退缩。 我深知, 只有彻底铲除后家 及其背后的保护伞, 才能真正还乡亲们 一片清朗的天空。 于是我决定采取更加隐蔽 和灵活的调查策略。 我亲自深入基层, 与村民们面对面交流, 用真诚和耐心赢得了他们的信任。 通过他们的口述和回忆, 我们逐渐拼凑出了后家父子 更加完整的犯罪链条。 同时, 我也利用自己在部队积累的人脉资源, 秘密调查到后家背后的人背景和行踪, 寻找他的违法证据。 终于, 在一次精心策划的行动中, 我们成功截获了赵秘书 与后家父子之间的秘密通信记录。 这些证据直接证明了 他们之间的勾结关系。 随着调查的深入, 我们还发现了更多涉及人员问题 和权力滥用的线索。 掌握了充分的证据后, 我立即向上级领导汇报了情况, 并请求成立专案组 对后家父子及其背后的保护伞 进行彻底查处。 在专案组的统一指挥下, 我们迅速展开了收网行动。 后家父子在得知自己的罪行 即将败露后, 试图逃跑, 但在我们严密的不空下, 他们最终落网。 而赵秘书等涉案人员 也未能逃脱法律的制裁, 他们被一一绳之以法。 在审讯过程中, 后家父子终于低下了头, 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他们曾经以为可以依靠权势和金钱 为所欲为, 却没想到正义的力量是如此强大。 村民们得知这一消息后, 纷纷走出家门, 欢呼雀跃。 他们眼含热泪, 感激这位新来的公安局长 为他们带来了久违的公正与安宁。 我站在村口, 望着这片曾经被阴霾笼罩的土地 如今重新焕发生机, 心中充满了欣慰与自豪。 我深知, 这场扫黑除恶的斗争虽然艰难曲折, 但只要我们心怀正义, 勇往直前, 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前进的脚步。 没多久后, 我就越级提拔当了开发区区委书记兼县长。